先來看一下 這個半折直樹二看了說 工作壓力有這麼大嗎 為什麼這麼愛跪 要先被痛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數字 日本銀行業真的走下神坦了嗎 在台灣 我們台灣投資人很喜歡純金融股 因為我們覺得金融股是不會倒的 銀行業應該會越來越好 一般民眾是覺得 這是一個空間的金飯碗 但是在日本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我們要好好借鏡一下 因為日本超低利率很久 比我們還要更久 目前我們台灣還是這個震的 日本已經是個超低利率了 日本從2019年3月 日本的銀行員工的人數 是有22萬3千人 那麼已經是減少了3600人 那麼低利率的關係 日本銀行賺錢越賺越少 所以八成的銀行 降低成本加速裁員 所以最新今年又碰到疫情 所以分行減少 廢除一般值 層級簡化 那不分地方銀行 允許大家從事副業跟兼職 就是可能 正值薪水沒有領這麼多 可以副業跟兼職 這個對日本人來講 開任何一個門 或是有任何一個措施 應該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這邊的薪資的對比性 2019對比2008 這十年來 不要說每年有沒有調薪 他們不只沒有調薪 來減這麼多 但是單位不要嚇壞 這是日幣 一年也減六十幾萬 你看這一年又減到快要一百萬 差很多 現場都日本專家 我們先舉牌一下 日本的金飯碗是不是褪色 是不是 YES 4比1做一個33 陳老師 你看到什麼 是也不是 這個不是銀行業 日本 不是單單銀行業特殊的情況 事實上大部分的業種也都這樣 全部都吞色了 沒有錯 日本人三 四年沒有賺錢 對 不好意思 但是日子過得比我們好 怪怪的 為什麼 沒賺錢過得比我們好 表示以前賺太多 不只銀行業減薪 各位認為的 鐵飯碗或鑽石飯碗的公務員 一樣減薪 一樣減薪 阿伯先生是這樣 好像是 因為我當公務員是前四的事情 你看你也不當公務員了 是不是 是的 你不當公務員多久了 已經十年了 也十年了 有 退休金大減 沒有 多多花光了 哈哈哈哈 他在台灣創造人生第二春 很棒 我們再來聊 蔡老師你也是剛剛看到嗎 金融業不行了 對 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因為就是之前的日本的一些 他的銀行金融業主要是來自房地產 現在房地產又不擠氣 所以這個是他們面臨很大的一個問題 而且現在網路銀行在日本越來越絕集 Sony 樂天他們都在做這個 你現在那些都不用開門的 你現在還要租地方還要開門 而且日本的房租是很貴的 而且他減薪就是跟剛剛程老師講的 之前的薪水太高了 對 最原本 所以這一欄會複製到我們台灣嗎 因為我們台灣利率也在這個 一樣是分行減少成本下降 是啊 台灣也是這個樣子 也會這樣 對 也是逐漸往這個趨勢走 有人說現在的日本就是 10年之後的台灣 我們上班族已經18年沒有加過薪水了 是喔 民事自營業 自營業 一天沒有上班 一天就沒有薪水 自己要每天每天到工作 舅 你看到也是這樣嗎 沒錯 因為現在日本的話 其實它的銀行業開始就是大者恆大 然後一些地方銀行 慢慢的會被併購掉 會被合併掉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現在地方銀行它本身一直都沒有去往前走 所以他們現在的整個體制跟規劃裡面 其實都還停留在 你可以把它講說它還停留在昭和時代 甚至它現在有一些地方銀行 都成了就是國際洗錢的非常重要的地方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很多外國人進去了 進去以後就透過這個地方銀行去做國際洗錢 甚至你的名單都已經被列到 美國的金管局面上面去已經被警告了 他們地方銀行自己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說地方銀行的神經線是 已經頓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再加上就是說現在其實 最近都在查查的很厲害 對 但是地方銀行都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台灣的像中國信託 它其實已經在日本已經有落地了 然後有個東京之星的銀行 已經算是在中信集團底下了 所以說外國銀行進到日本的這樣的情況 也開始慢慢變多 OK 好 剛剛講不只銀行 因為可能各個行業都這樣 那八爺爺幹嘛要投資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我們一起來看 到底為什麼半折指數都要這樣下跪 喊千倍 加倍 百倍 奉還 在日本的組織文化有這麼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春八分 春八分這個一個解釋 我想說是當中有 日本有傳統的十件大事情 成人禮 結婚 生產生病 然後新居落成 水災祭祀 遠行留守跟滅火 還有埋葬 當中的只有兩件事情是 大家一定要合作幫忙做 不管我今天有沒有討厭你 我都必須做的 一個就是滅火 因為這個火燒起來 如果我燒到我家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不是因為你喜歡我是你必須做 然後埋葬這件事情也是因為 對 到時候如果這個人往生過世了 沒有埋掉 其實是會有瘟疫的產生 對 其他的八件事情 如果我跟你關係不好 如果我們這個村子裡面 你是一個討厭鬼的話 我就完全就不理你 你就請自行解決 這叫做村八分 那村八分過去 共同絕交的方式 對 就是 村子裡面不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嗎 這其實換成我們現在的講法 這就是一個大型的霸凌活動 你用霸凌的概念去思考 你就可以了解 那就是說 大家那種霸凌有分兩種 有一種就是 真的是暴力霸凌 這個叫做冷霸凌 這是冷霸凌 反正就是 我今天我完全就不理你 不理你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樣 其實在過去 日本是有一個階級 階級制度分別的 因為在武士階級 他們是有他們一群 但是在一個鄉裡面 大家要互助合作 如果你今天 你不聽大家的命令走 那就沒有辦法 到了現代 其實就會演變一個狀況 他們有這麼狠嗎 你剛剛講包括生病 我家小孩生病 沒有退燒藥 誰可以幫我一下 沒有 因為只要村長 就是村長或是Leader 跟你講說 不行 那個爸爸桑他已經不是 跟我們村部沒有關係了 這一家門口 我們連接絕交 就是 贏刀 贏刀 不讓你去 不要碰 如果能碰它 換成你跟它一樣 那你就 變成狀況 對 因為這個狀況裡面 其實就是 到目前日本還有 日本 現在還有 春八分 它後來演變的就是 日本有一種叫做 村里的 有點像是 互助會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 小區的一個組織 叫做丁內會 丁內會 秋內桿 它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秋內桿 如果我們看日劇 我們會知道 如果說你在丁內會 它有那個開爛斑 就是一個板子 今天我跟妳講 今天爸爸桑他們家結婚 所以妳要出席 好 妳要簽名 要簽 然後垃圾到了要簽 這樣子 要用這樣方式去 那就是說大家變團結互助 好聽是團結互助 如果妳是外人進來的話 妳就很容易被排擠 對 比方說今天可能 陳老師這邊垃圾 今天明明是不可燃的垃圾 為什麼妳丟可燃 我就把妳包到妳家去 放到妳家 這個經常見 丟出去垃圾又被拿回來 就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都在日本 都覺得日本人不是很有禮貌嗎 這是一種禮貌 這是用禮貌 因為是妳不禮貌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小心 沒有 因為沒有不小心 所以外國人都會這樣被欺負 所以外國人就是這樣 一直被排擠 對 那妳丁內會 而且妳丁內會如果不參加 沒有去參加這些活動 或者是大家 比方說大家小朋友 都要一起聚集 如果你不過來的話 那就不OK了 後來就演變到 現在我們不是有疫情嗎 有一種口罩警察 跟自訴警察就會出現 自訴警察是怎麼樣 就是說 比方說 現在日本東京 他們就說 比方他們四月開始做緊急宣言 緊急宣言 因為妳今天停業 政府會給妳大概是幾萬塊錢 有些人就店家 我說我停業了 然後錢拿了 繼續營業 旁邊的鄰居就說 妳不是給人家拿錢 妳為什麼還可以在營業 開始就在妳那邊貼 貼告示這些 如果有小朋友 不是應該的 就是檢舉一下 就是要符合貴隸的 在我們台灣叫做正義俠 就是建盤俠 但是人在他們那邊 對 他們那邊就叫 自訴警察 他們就 自訴警察很恐怖 你小孩子有天不小心 如果去上課忘記戴口罩 那自訴警察說 你為什麼沒有戴口罩 你再不戴口罩 船長 我要不要殺死你 就直接有鬧到整個新聞 都有在做報導 這就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這當中就是 日本的丁內惠 就是春八分的現代版 他們壓力這麼大 這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要一個集體意識 好聽叫團結 如果個性比較孤僻一點 不太喜歡跟大家這樣子 在日本的社會就很活不下去 你 那個叫做白木 你就會自己白木 剩下的名字 KY 你有沒有覺得在台灣好過很多 對 所以我現在那個女子在台灣 對 回不去了 能力好大 對 回不去 謝謝舅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包括在泛澤直樹裡面有一些 它會下跪 每次我們看到就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就下跪呢 這只是電視劇 還是日本的職場 這是很普遍的文化 陳老師 當然也是霸凌的一種 一直沒有活動 而且它知道你不會離職 你如果欺負我 我不能說我自己 哪一個人被欺負 他馬上離開那個公司的話 你就不用欺負他 因為那個人會開除老闆 你欺負不到的 知道我怎麼欺負你 你都還會留在公司 所以日本是有完全的 組織性的社會 知道你不離職 所以欺負才有用 知道你會離職 你不會離開 因為留在這裡 某一個意義來說太好了 太幸福了 離開這個組織的話 對你完全不利 我們是靠換工作 掌薪水 雖然我不換 但是日本人換工作 對自己非常不利 這決定的事情 因為其他不會收你的 對 因為其實這當中 其實這跟春八分也有關係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他能力特別好 那個組織 我們還在霸凌他 我們要好好用這個人才 他因為在組織裡面 沒辦法融合 日本的企業裡面 不太有獵人頭的那樣的慣性 獵人頭一定是能力主義 但是在日本 這種事情是相反的 對 相反 那主管會管嗎 所以這個電視台霸凌你 你一定明天就走了 不 今天晚上就走了 這電視台非常好 對 沒錯 絕對沒有霸凌這種事情 所以他不敢霸凌你 那主管也不管 不會 全部 很多小學生不是被霸凌 然後小學生自殺可以講嗎 小學生會自殺 老師 校長都說不知道 每年 大概一年會有一次兩次以上 但是我們不是小朋友 被其他的小朋友霸凌 家長一定會出面嗎 日本的家長會直接說 那種事介入不了 這個超級難理解的 自己的小孩被霸凌 我們就算自己沒辦法出面 也還有舅舅 也有阿伯 至少還有 年輕標可以講嗎 還有年輕標 一定有辦法處理的 這個文化 在我們台灣的觀點來看 是很難想像的 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所有的文化受造 希望一個社會變得更好 但是這個感覺是 會向下沉沸 但是這一類的 那日本的國力 還可以堅強這麼久 所以你要理解這一點 所以這樣的社會文化 讓大家都不敢超出 自己的組織的範圍 或預局 那是比法律還強的法律 那如果母公司調到分公司 他的錢會變少嗎 不會 而且他的人 他的人事權還在母公司 這個半成實處裡面有言 就算我 他裡面一直講 收摸 收摸 出向 好像被放逐到 比較小的自己的子公司去 但是他的人事 還是在母公司 這裡面其中 有一集演了這件事 所以也就是說 他到子公司去上班 但是他的薪水 是在母公司領的 甚至他在子公司有加班費 雖然管理階層沒有加班費 一般底層的 有加班費的人 他領的加班費 他在這裡加班 但是他在母公司領加班費 這個複雜到有點 台灣人不可能理解啊 所以他們對於被調職的這件事情 所以調職不是離職 調職還是在這個公司裡面 隨時有可能回來 但是也許永遠不會回來 反正就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大家接受這樣的一個文化就對了 而且我們更沒有辦法理解 薪水差不多 去到子公司 跟在母公司薪水差不多 我們覺得薪水差不多 去哪裡都一樣 奇特的日本人 所以不想離職 算不想離職 不想離職 如果去了子公司之後 薪水少了 還是要考慮 但是薪水差不多 不會少 所以都一樣 所以還是沉下去 忍耐下去走 只是說你要變成社長 反正到每個位置都是差不多 所以就是要接受這樣的組織文化 然後你如果不能忍受的話 別的公司也不會收你 因為你如果跳到別的產業 因為你如果離開這個公司 你就要掉其他產業去 那就全部重新再試 跟你專長完全不一樣 這樣的一個經濟情況 這樣的公司治理 但是我覺得很難想像 但這個時刻 我們要來問一下 八爺爺做了一個決定 他在歡慶他90歲生日的時候 他也宣布要來買日本的五大商社 包括一騰中 山林 山井 物產 包括住友商事跟玩虹 他全部都買 平均買5% 5% 5% 5.1% 這是不是代表巴菲特 看到日本的經濟會有一些轉機 因為我們知道 股神的投資眼光是很神準的 他都做價值型投資 看到哪裡有價值 他就開始投資 現在來賓幫我們舉牌一下 你覺得日本經濟是不是有轉機了 所以巴菲特這個時間點 全世界疫情還在蔓延的時候 他投資了 請取牌 是 兩票說是 一票說沒有 然後兩個人說一半一半 製作程老師趕快再取牌一次 NO 你有希望嗎 那幹嘛要投資 這些企業是特殊的 從太空船到腳踏車 全部有辦法處理 這些企業全部有辦法處理 你要什麼你就跟他買家 他就完全會幫你處理完 對於說 作為猶太人的投資家的巴菲特 他聞到了跟日俄戰爭的時候 差不多的事情 一百年前 日本跟俄羅斯打仗 賺到最多錢的是猶太人 點頭 所以在現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聞到了日俄戰爭的味道 戰爭的味道 確實聞到了戰爭的味道 這些大的世界上只有日本有的 收穫秀賞 這個已經變成英文 總和商社 包括非常多的跟戰爭相關的材料 物資 通訊物資 都控制在這些身上 甚至 暫時需要的物資 這五大商社都有 而且甚至包括類情報系統 也在這些商社裡面都存在 跟軍方是有關係的 跟外交部門是有關係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進去投資日本這些大商社的話 某一個意義來說 巴菲特或猶太人集團 看到了世界再來的不穩定 不穩定 不穩定要買這個 這講大家就太緊張了 投資日本這個比卡 代表看到這個世界要開始動盪 可能會發生戰爭 決定了 Joe 你覺得會在哪裡有戰爭 其實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剛剛我們的主持人的問題 是在問說 這對日本經濟是不是有幫助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五大商社其實從戰後開始 他們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從原料端 一直到最後的消費端 他們在做一線的整合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巴菲特他所看到的是 這整個從原料端到消費端這整套的 這一個系統 我要特別提山林商市跟山井 那山林商市跟山井 他們最近在台灣的動作非常的大 他們跟台灣的包括富邦 包括潤泰 包括南山 他們在做的一個合作模式是 他們在走輕資產 他們把資產要求這一些富邦 這些建設集團 你們去蓋 比方說像潤泰蓋 CityLink 然後他們去把這些東西蓋完之後 他再去導引日本的中小企業 整個進到這一些裡面去 而且日本現在中小企業遇到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日本中小企業廳已經在講的 他們提出一個警告 2025年的時候 日本的中小企業將會有一萬家 會因為後繼無人而就是黑字倒產 他們會就是雖然經營得很好 但是沒有辦法再往前走 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這些中小企業怎麼幫他們找出路 都是這些商事他們要做的事情 現在在台灣就是正在處理 這樣的一個狀況 OK 所以這五大商社 其實跟台灣的淵源也蠻多的 蠻深的 對 五大商社的這個背景 我們請陳老師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比如說彎虹大家注目一下 台灣有一家非常厲害的公司 就叫長榮 長榮一開始的船全部跟彎虹 租貨 後來變買 飛機要飛上去的長榮航空 也一樣做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長榮的背後 如果沒有彎虹的支撐 大概我們看不到今天的長榮 另外人事制度也完全抄襲日本 台灣就只有這家公司 希望用從來沒有到其他公司 上班過的人 希望這件事 這個叫集團就職 大學畢業的時候 應接畢業生 不希望說你有經驗 有經驗是一件麻煩事 對日本公司而言 所以這個等一下您再說明就好了 所以不太一樣 另外一件事情 是人的問題 企業裡面最重要的是人才 這五家商事 剛剛好是日本前十大 薪水最高的公司的 第二名到第六名 全部被他們占光了 特別是他們的從業人員的人數 跟最多都是數千人的 這個當然只包括母公司 子公司要算進去一定不是這個數量 所以平均的薪水最高 薪水最高當然會吸收到 最好的大學畢業生 所以在這裡有第一流的人才 所以巴菲特投資這件事情 有各式各樣的面向 包括接近了 接觸了日本的第一流的人才 OK 所以你居然是開始超前部署 說不定 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動盪發生 這個你最關心吧 買股票 大家都有關心 這事情不只顧投資好不好 我們的安全 生活的收藏單影響 密切再來注目下去了 我們先進廣告